我們來看一下有關那個錄製聚集的動作 那所謂錄製聚集就是在開發人員裡面 那這個開發人員 其實你之所以會打開 為什麼它會隱藏起來 理論上大部分人其實都不需要 因為你又不是開發人員,你幹嘛把它打開 但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相對的其實你可能就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因為你就慢慢要變成開發人員 又是你要做開發人員的事情的意思 那當然就是在一般的使用的位階上來看 你就由一個應用人員變成設計人員 因為它可以讓你自己設計出一些東西 所以可能要慢慢提升 各位有點心理準備,因為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你就要多學一點東西 那其中的話當然各位可以看到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這個功能主要就是 你可以把你剛剛做的動作全部錄下來變成一個按鈕 那比如說我以剛剛這個例子來看 不過請特別注意 你要把剛剛的動作先熟悉 熟悉完之後再開始錄製 因為錄製的話就跟你上鏡頭一樣 不能NG的 NG的話就要重來了 像那個上個禮拜我剛剛跟各位講那個TVBS 它那個真的就一個大的鏡頭對著我 我剛開始其實我不是很容易緊張的人 但是在那種情境底下還是會有點緊張 然後就會 就不是真的NG的 老師你可不可以放輕鬆啊 你可不可以看鏡頭不要亂看 那調適一下 不過當然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那一樣的道理 錄製聚集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你不要亂錄 然後呢 錄製之前你要先準備好 開始 第一步 游標先放在可能除了B2以外的位置 因為你等一下這一段要把它錄下來 那我錄一次給各位看 1.錄製聚集 2.錄製名稱也可以取一個名稱叫資料剖析好了 资料 资料 打错了 剖析 然后呢 按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后呢 就有点像那个 摄影机对着你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要开始把刚刚做的动作全部做一遍 已经有一个了 把它取代 1 选取B2到B8 2做什么呢 按下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3固定宽度 按下一步 4的话呢 就是分别把这个长 宽 高分别做选取 123 下一步 然后呢 最后呢把这些不贿赂 这些不贿赂 不要的部分就不要贿赂 然后最后呢 目标储存格呢 把它放在B2里面 最后直接按完成 然后呢 是否取代目标确定就好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录制好一个 这个我们要的一个具体 最后呢 开发人员的部分呢 再切回来呢 它会是 本来是开始录制啦 那现在的话就会变成是停止录制 所以记得把刚刚的动作停掉 那停掉之后的话呢 也许你再多录一个 清除这个范围 也许我们就是再多录一个录制 那叫清除好了 再一个清除 反正我们等一下就产生两个按钮好了 清除 好 那清除哪些范围 一把C2到E8的范围先选起来 2的话呢 按个Delete 好 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它清除了 然后呢 一样停止录制 所以呢 我刚刚录制两个 两个聚集哦 那这两个聚集要怎么执行它呢 录制完之后 如果你没有录错的话 你可以切到它旁边有一个叫 显示聚集 就是聚集这个 里面理论上呢 就会有两个聚集 一个是叫资料剖析 一个叫清除 那资料剖析如何执行呢 非常简单 旁边有个执行按钮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按确定 它执行了 另外清除的话也是这样 清除 执行 它把它清掉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的动作 它已经帮你全部做完了 但是 你要执行稍微麻烦一点 因为我必须要在这边 做执行 那如果我说未来呢 你希望 不要 那么麻烦 你希望怎么样 你可能不要在这边执行 直接旁边如果增加两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你完成的话 那这又该如何做呢 所以第一个 我想各位 先把那个聚集录完 从 聚集里面执行 再来呢 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按钮的话 请记得 在开发人员里面有个插入 找到那个插入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表单控制项下方有个按钮 其实就是这个 你可以利用这个按钮 帮你产生你要的对应按钮 以后按一下它 它就可以帮你重新跑过一遍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插入里面有一个这个按钮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出现实质的形状 那这个实质形状呢 有点像你使用Photoshop一样 你可以画图或illustrator 就是 由 左上 到右下 拖拉出一个按钮的大小 大小由你决定 也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小 大概就这样好了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它会弹出一个画面说 请问一下 你要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要帮你执行哪一个聚集啊 那你就把它选那个资料剖析 然后把资料剖析上面四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呢 基本上 按确定之后 它的按钮名称不会叫资料剖析 而叫按钮一按钮二 那为什么要复制呢 其实就是要贴上 资料剖析啦 因为如果你不用贴上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那我的习惯是 复制贴上比较快 OK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已经做好一个了 按下它看它会不会OK 按下OK了 那按钮你就做出来 所以以后 你如果不写VBA 不写任何程式呢 也能够产生程式的方法 就是录制剧集 那清除怎么做 一样在利用那个插入一个表单控制项的按钮 把清除也做出来 拉一个清除的按钮 然后清除 把清除两个字复制好了 然后再把游标放里面 把按钮三 Delete掉 贴上清除 好 清除 资料剖析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你们的利用那个聚齐录制的方法 帮你自动写出程式了 那其实呢 这个背后是到底它为什么可以这样运行呢 基本上 就是 Excel 它在背后帮你把 你刚刚做的任何动作 用程式 帮你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呢 它自动帮你写好程式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一 如何录制聚齐 二 利用那个聚齐里面的这个执行功能 不过执行功能 当然比较麻烦一些些 就是你还要在这边执行 所以一般会希望产生对应的按钮 那按钮的话 我是建议啊 其实不要乱点 因为表单控制项有按钮 下面还有一个Active控制项 有一个按钮 请你不要选错了 选上面这个 因为选下面的 也可以做按钮 但是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我是建议用那个表单控制项 那做完的话呢 你就可以利用按钮 去帮你把刚刚的动作呢 全部就执行完毕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变成两个按钮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未来如果说你的资料 前面的规格的那个B栏的资料变动的话 那你只要按下一个按钮 那你的结果也就自动产生了 你就不用再重复做很多事情了 利用那个聚集录制的话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但是呢 录制聚集 绝对不是 怎么讲 最好的策略 因为录制完的聚集 还是有很多地方 会不够完善 那如果不够完善呢 其实录制聚集之后 还是可以再做修改 因为不过要修改的话 恐怕就必须要涉及到什么 聚集里面 比如说资料剖析 这边有个叫编辑 你可以透过那个编辑 去把这个资料剖析里面的程式 做一些些的修改 或者是说你想要了解 那个聚集帮你录下什么 比如说程式的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再按下编辑 它会自动跳到那个 这个Visual Basic 其实聚集也是VBA的一种 它其实里面也是自动帮你写完程式 那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以后前面这部分其实可以删掉了 这触解 主要是这一段 资料剖析 这个其实是一个Sub 里面的话呢 它做的动作都在这里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再稍微了解一下里面的相关功能 那当然呢 如果你录下来的功能 有一些不完善的 其实呢 还是可以再做修改 并不是不能修改 不过只是说 要怎么改 我想这个难度又会比较高 那也许是会放在那个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高阶课程里面 再做详细说明 那请各位试一下 基本上了解 如何录制聚集 录制完聚集之后 如何才能够